BBC把这个专长选择做完了 这个呢是我们以前的做法 但是呢在这呢我要做点手脚 我要模拟一下断电的过程 做点手脚 怎么做呢 看着啊 我在这里面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 在它转账出 这里面是不是转账了 在这儿看着 是不是转出转入啊 我在这儿转出成功以后呢 我做这么一件操作 看着 INTI等于 一除以零 看到了吗 那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有异常啊 有异常怎么办 在下面是不是抖不抖了 不抖了 那但是呢 钱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钱呢都还原一下 那在这儿我写一个 然后呢 update我们的 cand 然后side mine 然后等于 哎呀 写的一万 行一万就一万吧 写的一万 ok了吧 先给它都还原一下 走 执行 然后表数据 刷新一下 ok了吧 来都还原了啊 来紧急的看着 哎我再来转账一次 我回去 让它刷新一下 让它在这儿面 我们写个AA 然后这里面我写个bb 然后我再写一个 哎写个一百吧 扣索的是吧 来进行看看能行不能行啊 点转 转上失败了 是不是转上失败了 那但是呢 呀 有一百块钱飞了 是不是有一百块钱飞了 那这个问题严重吗 相当严重了啊 相当严重了 注意这里面有个飞了 钱没了啊 啊 那怎么办呢 哎这样 以前呢我们做法是不是 一条四口属于一个事物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知道 转账是不是整个是一个事物 也是一件完整的事情 那这里面要么这两个操作 全部成功 要么全部失败 对不对 你应该干嘛呀 是不是用 用什么 用事物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把这两个操作 都包到一个事物里面就可以了 对吧 纳入一个事物中 那关键是在哪里纳入这个事物呢 对吧 哎 在哪里纳入事物呢 哎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啊 在哪里面呢 在我们的 Service 因为Service是什么层 业务 一件完整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业务呗 对吧 那么我们在 既然要做一个汇款操作 是不是哎 这里面的两个加钱减钱 他们是属于一件事情的 所以要在这里面加事物 那加事物呢 就就得需要什么 是不是GDPC去开启这个 需要通过我们的 Capticum去开启个事物啊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开启事物啊 转钱之前还是转钱之后啊 之前 是不是要在这里面 我们要开启事物 对吧 哎 这里面要开启事物 那我想问一下 在哪里提交事物呢 什么时候提交事物呢 什么时候提交 什么时候提交 是不是转出钱和转出钱都完成了 都成功了以后提交事物啊 那什么时候回滚呢 一旦有一个出现异常了 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是不是应该回滚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认为是 什么时候成功 你就是都转出成异常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成功 如果一旦其中有一个异常了 那么就要让它回滚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哎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啊 是咱们的自卫子诚 天下有 来 在这边我注意一下啊 注明一下 来 这里面呢 哎 我们发现 有异常 对不对 有异常以后呢 是不是出现异常 一旦出现异常 出现异常 然后呢 哎 钱 没了 是吧 钱飞了 是吧 哎 钱飞了 那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钱飞了 那么要讲 避免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然后必须 这种事情是吧 呃 事情 哎 事情 然后必须 添加事务 在哪里添加 哎 我们分析一下 应该在 Service层 添加事务 对吧 哎 那但是呢 哎 我们知道在Service层 添加事务了 哎 关键是 大家要选一个问题啊 看着 我在Service层 添加事务以后呢 怎么添加事务呢 这里面就需要 获取一下 Connection 对吧 嗯 Connection 然后这里面 获取了Connection Connection 然后去再来一个 Auto 旁边的 等于Force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在 DU层 是不是也需要 也需要什么 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 还能再重新获取一下吗 注意一下 如果你再重新获取一个Connection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两个 两个 是不是两个链接 两个链接呢 它就属于两个事物 能理解吧 两个事物 那这个还不是一个事物 也就是说 为了保证 为了保证 保证什么 保证我们的事物是一个事物 现在打算怎么了 保证所有的操作 在一个事物中 那么必须保证什么 必须保证什么 保证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的是同一个链接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在service层 我们干嘛了 是不是获取了链接 然后开启了事物 对不对 那在deu层 如何在deu层 使用这个Connection呢 怎么说 在dou层 我们获取了链接 开启了事物 对不对 那在deu层 如何使用这个链接 可以怎么办 怎么办 方法一 向下传递参数 把我们的Connection 做一个参数 传递给我们deu 是不是就会了 但是呢 在这边注意一下 如果你传递过去了 那么我们的deu层 用完之后 你还能释放这个链接吗 还能吗 不能了 注意 注意 我们的Connection 在哪里释放 在哪里释放 注意链接 应该在 哪里是吧 在哪里 或许在这个哪里释放位 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哪里 在我们的Servis层 释放 OK了吧 注意一下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改一下 把这种改成我们 向下传递参数的方式 来看着怎么改 那这个东西呢 比较简单啊 那我就直接在这个 代码上面做了 OK了吧 代码上做了啊 来看着 在我们的Servis层 我们需要获取开启事务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开启事务 来在这里面 我们写个零 开启事务 开启事务 来怎么开启啊 首先得获取一个 链接 那就是JDBC Youtube 是吧 JDBCYoutube 然后DR get一个Connection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让他访问一个 CON对象 对吧 那这个CON对象 我们需要干嘛呀 CON.ZET How to Commit 等于什么 Boss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就开启了 哎 但是呢 这里面呢 我先把这个异常扔出去 哎 先把它删除掉 因为呢 这里面有异常 是不是有异常 那我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提交 什么时候回滚呢 那能不能认为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所有操作都成功的时候 是什么呀 是不是提交啊 啊 也就是他们都提 都成功了 这时候我们再去提交 我把它放到这里边 是不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 第三步应该干嘛 事物提交 那什么时候回滚啊 一旦出现异常了 是不是报错了 哎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回滚啊 对吧 哎 事物回滚 OK了吧 但是呢 注意一下 他抓的是什么异常 色扣异常 这个是什么异常 数据处理异常 那这个能抓到好吗 或者能怎么办 可以吗 可以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异常了 但是这里面你踹了 有异常了 Severlight知道吗 Severlight是不是不知道 你也得通知一下Severlight了吧 怎么通知啊 把这个异常扔出去 是不是就没了 哎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异常 是不是再扔出去 在这里面 哎 Sero 一 就可以了 OK了吧 哎 既然你要扔 那你就得声明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还是不改变我们之前的东西 啊 那这里面 哎 我们需要 是不是把东西做上去就可以了 来 这个呢 是事物 提交 那提交的时候 用的是 DON 什么方法 CALL MEET方法 对吧 哎 FALL MEET 然后你这 除了CALL MEET 还需要干嘛 需要不需要 把我们的 哎呀 少了一个东西 需要不需要 把我们的链接释放掉 需要 那怎么办 哎 释放 那就是 DDBC Youtube 是吧 Youtube 然后DR这里面有个方法叫做close CON 把我们的CON传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这个事物回稳 怎么回稳啊 哎 就这么的 哎 CON DR什么 roll bag 那这里面也需要释放吧 啊 那怎么释放啊 哎 就是JDBC 是不是一样的 哎 复制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那这里面也有异常 这个哎 哎 异常已经把它扔出去了 是吧 哎 我们已经内部处理了 好了 这个呢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操作啊 哎 传三 是不是就需要把我们的connection传过去就可以了 对吧 来传过去 CON 逗号 哎 这个呢 也是 CON 逗号 哎呦 CON 逗号 是不是传过去了 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方法啊 那做这个方法 我们只需要是不是修改这个方法啊 那我把这个方法呢 我复制一本 留着它啊 下面的方法留着 然后来放这儿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它改一改 叫做accounte 我加一个杠 可以比较吧 嗯 然后紧接着 需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需要在这里面 是不是把我们的参数加上去 那这里面来加上 就是我们的connection CON 逗号 开了吧 哎 现在就不包错了 然后你这下面是不是也需要加入一个 那么来 一个个改吧 那这CON还用这样吗 不用了 那这个CON 是不是直接用就可以了 对吧 来 但是呢 注意 最后的时候应该干嘛 不能释放啊 对不对 应该释放两个吧 你就是JDBC 腰条子 来 点 那么里面 我没做这个方法吧 没做 那就行了 有一个释放吧 那释放 先释放我们的 result set 对吧 对吧 当然有人说没有result set 是不是也没有 没有的话 那么就可以省掉这一步吧 那直接释放怎样 释放我们的 RS 是不是可以了 来 close 那么就是我们的 statement的 ST 可以了吧 OK了 OK了吧 好了 那底下 下面这个 是不是也得加一个 connection 对吧 这个呢 也就不需要了 通过它过去 最后呢 也是干嘛 也不能这么玩吧 然后释放资源 JDBC 然后YouTube 然后DR 那么就是close 我们的 close哪个 是这么的 是吧 RST 好了 那这样的话 特别可以了 上面什么 这个没删 把它删除掉 上面也没删吗 没删 先跑你高左了 可以了吧 现在是不是 在我们的 savis词里面 我们只是 做了一些简单的操作 最后呢 在我们的savis词里面 控制我们的事 对不对 一旦出现异常了 我们挥滚 没有异常的话 就让它提交成功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了吧 来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行不行 那么我们现在 测试正常的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I等于R I这个异常 我先把它注射掉 来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来 我刷新一下 来 把钱先还要回去 走 好了 来 看一下数据 这个没问题 来 紧接着我把这个 启动一下 启动 然后紧接着 来 回去 我们来 用一下啊 哎 现在呢 我再提交 走 表达成功 对吧 来 钱 双进一张 没问题吧 来 紧接着我加上一场 哎 也就是要给他加一场 回去 有一场了吧 来 紧接着加上一场了 我把这钱 我再给他横向回去 可以吧 来 走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回去页面 我们再来提交 走 转成失败了 来看看钱少没少 来 刷 怎么样 没少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加尔中的事物控制 啊 好了 这会儿有没有没听懂的 没有吧 没有 来 订阅一下